复理箱的代理箱长江东成 这次号召了复理社区协会 还有志工团体 进行复理车站前和平街道打扫活动 期望可以带动民众做好清洁工作 美化家园 热中环境整洁的复理箱 代理箱长江东成 这次号召复理社区协会 以及志工团体 进行复理车站前和平街道的打扫活动 期望带动民众做好清洁工作 来美化家园 我最近看了这个市区啊 真的很多的乡亲都能够自动自发的 把环境周遭还有住宅周遭的环境 都打扫的蛮不错的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有意义 也获得乡亲的一个热烈的回响的活动 所以我们要把持续 把这个环境清少的一个活动 能够扩大来举行 天气渐渐回暖 相关病重眉纹已经开始活动 因此趁早做好杜绝并没根源 减少像是登革热疫病的危害 所以这周也规划在各村进行登革热 以及并没稳防治清销作业 周遭的环境能够打扫干净 尤其现在夏天到了 登革热的一个季节也快到了 我想保护家中附近 包括家门前这些相关的水瓢 或者是这个水缸都能够清扫干净 或者包括排水锅这方面 我想可以除了环境的美化以外 就是可以保护个人的健康 也呼吁社区居民环境清洁 杜绝并没稳产生 藉由社区的改变 唤起社区自主意识 一起来营造优质生活环境 以及维护环境的责任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